伤大神永不为奴 咱们就找个洗澡堂 好好的收拾一下自己 不为别的 就为个礼貌 出门在外 我不只是我 我还是个山东人 这种面子可不能丢 消费88元 来体验了一下 深圳的洗澡堂子 美滋滋 洗完走 干干净净的换身 利落衣裳 这几数收拾干净了 又成了十里八乡 有名的俊俏后生 这时候一下俊俏到深圳来了 可不一般 说起来深圳 它还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赤字裸裸的欲望 辛辣同鼻 原来是个小渔村 现在一线大城市 什么都变了 唯一不变的 就是那股腥味一直没散去 赤裸而纯粹 至于好坏嘛 就看你怎么定义了 在广场上聊天时 听到了这样一段话 深圳人不分高矮 胖瘦美丑 甚至不分男女 只分有钱人和没钱人两种 好简单的一座城市 多插一嘴 西游鹅孩子好好吃的 美滋滋的吃完饭 去网巴里采访红姐去 这个向我们走来的 就是传说中的三合红姐 一代传奇 上过报纸 上过新闻 各种纪录片采访 那更是不计其数 来啊老哥们 咱们和红姐聊聊 还是那句话 真假对错 咱不知道 咱不说 不谈尊重 咱们也得讲礼貌 算是来拓荒的一代吧 红姐把大半辈子都留给了深圳 从她的嘴里 我才知道 三合大神的最初 是个宝一词 起源是21世纪初 特殊的时代背景下 深圳高速发展 各种加工厂小企业 比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造就了极其多的用功稿位 全国各地 以云贵川干为主的年轻人 崩拥而至 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 在任何时代 都有一些不太善良 或者说坏人 加上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 干了撒月半年 领不到工资的人 比比皆是 好了 那无权无事 无根无稽的年轻人 应该怎么办 行 你别跟我谈待遇 咱就说干一天多少钱 下班结葬 我总人 今天不给钱 明天就不来了 熟悉吧 这种特殊的用功模式 就叫做日节 好了 因为日节这个特殊性 是没有包吃包住 这个选项的了 所以当时那皮人 为了在住宿方面 能多省下一点 才有了 睡网吧 睡桥洞 睡街边 而且穷不帮穷 谁照应 三合青年们 也只能抱团取暖 来对抗黑场的布公 怎么对抗 你不给我钱 我给你摆烂啊 这也是当时 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 来自小镇的青年们 对抗黑场黑中叶的 唯一办法 久而久之 这样一群勤劳 但叛逆的年轻人 就被称为大神 三合大神这个称号 在最初的年月里 被提出来 是要配着大拇指的 三合人毋庸置疑 指的是一群勤劳 能干的年轻人 三合大神 指的是一群勤劳 能干但叛逆的年轻人 大神就是一个 自由勇敢的精神 规则不公于我时 一种不违规 不违法的抗争 就是当大神嘛 升个级来说 可能也算是一种 非暴力的合作 人类的智慧 果然是相通的 这是甘地老师的精神 乘着印度洋上挂来的 西南寄丰 从新德里 翻越的青藏高原 途径四川云南 贵头广西湖南 江西一路沉到了广东深圳 初代大神这种精神 真的太酷了 沧海 桑田 石过境迁 转眼间和红姐 同时代的大神 也都嘎了嘎没了没 新生力量 用咱们小学班主任的话说 就是一介不如一介 你是我见过最差的一介 50多岁的红姐 面对这种被扭曲了的 三河精神是无力且绝望的 看着一茬又一茬的年轻人 当着越来越不像样的三河大神 心中感叹一句 我是旧时代的参党 新时代没有能承载我的团 就此渐行渐远 退隐江湖 现在的红姐呢 就只能靠着借用附近 一个网吧的地方 每晚上开开直播 挣个饭钱 作为交换呢 就是每天走之前 干一些保洁的工作 替人家把公共区域的卫生 打扫干净 我觉得很合理 这个精神很大神 结束了今天的聊天 和红姐礼貌告别 同时也告别了一个时代 有些东西 他注定就该被淘汰 这你我都知道 我没有一点点的惋惜和怀念 只是心虚十分无情 和感叹社会的发展 咱们越来越好的生活 越来越健全的制度 也注定了大神这种抗争的精神 已不再被虚然 只是沟头红姐 应该时不时会怀念 以及跟他一起去黑心工厂 搬电闸讨薪的那群年轻人 画面中这个绿色的老哥 有一段特别猛男的自我介绍 我叫天王 天王老子的天王 他追了出来 根据咱们多年闯荡江湖的经验来说 一看就知道是要来爆金币的 国不起啊 饿了两天没吃饭了 问咱们能不能请他喝完粉 这当然没问题 我其实挺愿意帮助这些老哥们的 前提是如果我愿意的话 来咱们每次的请天王老哥 喝一碗南昌汤粉 今年30岁的天王哥 来到深圳已经6年有余了 是大神界里提筒跑路的代表性人物 据他自己说 在一个厂里 从来没有干超7天过 什么时候能吃钱了 拿到钱就走人 潇洒的一体 他的消法 我感觉可能是因为 有一个过于简单的CPU 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他做不到一边跟人交流 一边吃饭 就是咱们说的 边吃饭边聊天 他不行 只要咱问他一句话吧 他缩粉的这个行为就停下来了 变成了抖粉 来让他抖着 咱接着往下讲 2010年 成功拿到高二学位证的天王哥 就从老家来到了云南昆明 先从500块钱一个月的洗车工作起 干了两个月 后面又做过服务员 做过保安 做过洗育中心 地毛巾的小哥 然后突然有一天 就像柳志生顿悟一样 天王哥 哇 上什么班上班 那挣的叫工资吗 那挣的叫窝囊费 前堂将上朝醒来 今日方知我是我 就从那一刻起 天王哥开启了他的瘫痪之旅 当大神了嘛 在云南一躺就是四年 干一天玩三天 大神生活美滋滋啊 这时候我突然间有了一个想法 当时咱们如果不是在济南 而是在云南的话 那一定混不出头 北方为什么出不了正经大神啊 冷 我当时要是挣不到钱的话 冬天我得冬死在外面 可是混进云南的天王哥呢 他就不会有这种压力 四季如春啊 美滋滋 找份地就能睡 实在没钱 饿飞鞭子了 还能去路边摘芒果吃 这有什么生存压力啊 饿不着 根本饿不着 后来跟着一个朋友去了上海 他说上海 上海那点不行 那地方找不到活 根本找不到活 差点遇难上海滩 不过俗话说的好啊 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淡尽粮绝 逼死之际 天王哥遇到了他人生中的一位贵人 在那美滋滋的白嫖了全家四个月的白贷 后来骗他的人越想越不对 我是不是被骗了呀 就这样天王哥被开除了 从洛阳出来后 就开始闯荡郑州一路向南 沿途就靠着打日结工和进场预支工资 下面这一段让他自己讲吧 就这样咱们的斗本片王用三年时间走遍了中国 最后在六年前 也就是2017年来了他们的广东深圳 有句标语怎么说来着 来了就是深圳人嘛 就这样天王哥扎根下来了 在这片沃土上 在这里遇到了许多来自五湖四海 志同道合的挂逼好友们 三天饿酒盾 稀松平常 毕竟饿两天了 吃下三碗粉倒是也正常 往回走的时候 天王哥还对我们展示 他浑身上下所有的家当 五毛钱的现金和两根数据线 我问他这数据线也还用 他说是捡的 如果卖的话一根能卖两块到五块钱 学到了 闯荡江湖的小知识 这就是天王哥的故事 你说他烂吧 确实挂逼一个 浑身上下找不到一点正能量可以圆回来的点 可是他又影响到了谁吗 设身处地的想 如果我是他 我能比他做的好吗 父亲去世了 母亲也没了 唯一的哥哥也联系不上了 弱大的人间熙熙攘攘 但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努力的话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了臭虫又怎样 谁会在意 who can 关于以后呢 天王哥是这样说的 我的明天的事情都从来不想的 我只想着今天就是今天 今天如果说明天到了的话 明天再想 哎我今天要做什么 从来没有说明天的事情 今天去想的 从来不会去想明天的事情 对 今天的事情都想不完 明天就想 潇洒 果然潇洒 这就是天王 天王老子的天王 我帮不了他 所以我也不会劝他 再说了 他怎么会需要我帮助呢 在我这整理素材的时候 再抬头 人家都已经睡着了 晚安了 希望给他的一百块金币 能让他多成两年